对对对对 去三期的就已经不鼓掌了 对 现在看 现在看 前面这是kvalue的 然后还有一种叫列存储 这个是用来存分布式海量数据的 然后这个具体细节我也没有用过 但是你知道它就是大数据用的比较多 有一个叫Cassandria 然后HBase这个是大数据开发里面经常用的一个数据库 存大量数据的 就你的存什么大量数据 你像百度的爬虫 是不是天天爬n多数据 爬下来就可以存到类似这样的数据库里 后面做分析 你如果以后走大数据开发方向 你可能你自己会这个 文档型数据库 啊 它跟这个kvalue的有点类似 啊 敏感来自于这个什么 lotus 弹工软件 那 那 该类型的数据模型是版本化的文档 半结构化的文档 以特定的格式 存储 比如说JSON JSON大家都知道啊 他其实也是kvalue 但只不过是说 他已经是序列化的数据了 JSON是不是就序列化后的了 类似这种格式来存 啊 那 他的 他的 知道这个 文档型数据库的 比建值数据库 比这个kvalue数据库 查询效率更高 具体更高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用过文档型的 文档型的主要有什么呀 coachdb和什么呀 mongodb mongodb 还是比较出名的 用的也非常多 啊 是吧 文档型的数据库 不讲 为什么呢 虽然他底层的原理 跟这个kvalue不一样 但他的用法 跟kvalue差不多 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语法都是差不多的 ok吗 对 跟kvalue的 所以这个你会了k redis mongodb一看就会 对吧 我只是简单用过mongodb 啊 都是一样的 取值啊 存值啊 都一样 嗯 还有一个叫图形数据库 啊 图形数据库 啊 这个 你就大概知道就行了 对 我也没听过 我也没用过 info grade 听过啊 就是 做那种各种动态画图的那种 可能会用到这个 你用不到 你大概知道有那么个东西就行了 好吧 好 他有 这几 这四个 都是 什么呀 non-circle 理解吧 我给你讲这四种 就是要告诉你 出去别人问你 说你跟我讲讲 non-circle数据库 你夸杀 说non-circle就是redis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那些意思吧 是redis 属于non-circle的一种 对不对 redis是non-circle四种数据库类型之中的其中是一 对不对 这个你一定要清楚 ok吧 啊 然后 这四种 有一个表格的分析说 在什么场景下 用哪个 好吧 ky6的优点 典型应用场景 缓存 什么叫 什么叫缓存 你们讲过缓存吗 讲过缓存啊 为什么要存换存啊 快啊 快 对不对 ok 好 所以换存 用的比较多 那 优点 查找速度快 缺点呢 它的数据是无结构的 什么无结构就是你想怎么存怎么存 对吧 它就不像myself一样 它有 那么多关系 你可以通过这个表去查出那个表 但是在这个 你说你能通过这个字典查到那个字典吗 除非字典是欠套的 要不然你通过这个字典能查到那个吗 查不到 对吧 劣势存储呢 分布式的文件系统 应用 然后 查找速度快 可扩展性强 容易进行分布式 知道就行吗 不知道是吧 后面跟你们讲 分布式就很简单啊 分布式很简单 分布式大概说一嘴 大概说一嘴 就是 就是 就是比如说你这 假设分布式存储吧 为什么很简单呢 你这一台电脑的容量是有限的 对 那你这个500G存满了 你就要再换个硬盘 是不是 但是在生产环境上 你现在你自己你500G满了 你在插块硬盘也好 或者到其他电脑上去存也好 你是不是切换了这个 就是你要再去取数据的话 你得 你要去取数据的话 你得到那个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取了 多存出来了 对不对 没关系 但是在生产系统上 我这500G存满了 嗯 那你要存到其他的一个机器的硬盘上 你要求我的前端程序 改变我的查询取数据的方式吧 你们也都写过程序了 不能 不能 我前端的应用程序 取数据 就是从这个地方去 对 我不管你的数据源从哪里来 对 我从这里取 你夸他就能取到 对不对 你后面的数据可能是存在这台影响 也可能存在那台影响 对我前端的程序有影响吗 所以对前端提供统一的一个查询接口 后面的数据可能分布在不同的机器上 对不对 这就是分布式存储 嗯 你这意思吧 嗯 可以吧 分布式存储 那文档型的数据库啊 它的应用 网站 啊 然后 查询的性能不高 刚才不说查询性能高吗 MongoDB啊 缺乏统一的查询语言 这知道就行了啊 有什么用 图形的 图形的用于什么 社交 推荐系统 构建关系图谱 咱们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图谱 对吧 啊 就可以用这种 构建啊 知道就行了 啊 好了 这四种 接下来我们介绍完这个东西 我们就休息一下 好吧 好 好 接下来 Redis 啊 是主流的 K Value 数据库之一 它跟Memocache 类似 但是比Memocache 啊 功能更强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讲Redis的原因 它支持的 第一 数据类型要多 啊 对吧 它可以存好几种数据类型 比如说 字符串 列表 写错了 链表 啊 但是链表也是链表的 基于链表出现 做出来了 anyway 集合 有序的集合 哈希 五种数据类型 看到没有 啊 那 这些数据都支持 增山改查 就行了 好吗 而且 这些操作都是原子性的 什么叫原子性的 什么叫原子 不可分割的操作就叫原子性 而不是说可回滚 你说错了 那叫事物 事物 事物的一个特点是原子性 对吧 一组操作 要么成功 要么失败 这就叫原子操作 是不是啊 弄死你 那 所以就是说Redis 是原子操作 这个没有问题 好吗 所以以后别人出去面试问你了 说 因为你要知道Redis 现在就是一个第三方的软件 所有的程序都可以往这个Redis里面存数据 是 但它又是key value的 嗯 行 一会跟你说这个 哈哈哈哈 接受不了 再干个 对对对 Redis 就是支持 支持 各种不同方式的排序 啊 为了保证效率 它跟Nemocast一样 把数据缓存到内存里 ok吧 但是它是可以被持久化的 什么叫持久化 你可以把数据写到次盘上 Nemocast就只能在内存里 对不对 Redis 数据可以持久化 写到次盘上 那 还可以进行主层的同步 什么叫主层的同步 这是 就有个背机嘛 你坏了之后 一个从数据库不断 就是你 对一个一个一个辅助 就是从服务器 备份服务器相当于 它不断的从这个主服务器上复制数据 同步数据过去 就怕你这个主的当 从那是不是就可以立刻过来 那现在 最后说一下 最后说一下啊 优点 异常的快速 异常的快速 快的令人化石 对 快的令人发指 每秒可以执行 11万次的 stack 就是写操作 8万多次的读操作 你就知道非常快 那支持丰富的数据类型 刚才说了 什么都支持是吧 然后 操作是原子性的 说了 这是什么呀 还有一些管理工具 啊 这个就是 没什么了 这个我们后面会说啊 就是他还支持配备了很多管理工具 就是让你对数据进行管理 对吧 就是他的优点 主要的优点就是快 和支持的操作这个数据类型多 基本上就是这样 可以吧 你们都装上redis了吧 然后我们一会儿啊 去讲一讲怎么操作 好了 先休息个 好